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那个cosplay的人数 我之前跟其他几个解说也都猜过 我猜是一个 我猜两个 我三个有点 一和零算我对 二和三算你对 如果有四有五也算你厉害 好吧 我吃点亏 你说你吃的这个亏白吃 我就不说这样了吧 四五算你的了 我吃点亏 四五我也不要 行 四五我收了吧 白占的便宜谁不占 这就01和23好吗 01和23好 猜看这个谁能够猜中 那其实比较容易 就是两边都选的 像安妮对吧 罗西安大概差安妮一半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盲僧的话差不多也是一半的这个概率 盲僧差不多 龙女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对 所以这个还不好说 真不好说 因为打野和上单的这个点 还是就是说 没有那种就是完全绝对统治力的 这样一个拿的手上 怎么样去搭配 所以这个最后一局的这个版选人就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其实盲选的这个规则也是最近流行起来的 对 其实这个规则最早是在韩国的赛制中出现 就是最后一局决胜局打盲选 我觉得最公平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对决 对 好 我们来看双方的这个 现在目前看来是二 谁说安妮非得配罗西安的是不是 就是啊 你要拿你最擅长的英雄 I级这边是蓝方 Y级是左方 因为Y级其实这个罗西安有可能会换成维恩 你就祈祷一下 他们打了两盘了 我其实无所谓 因为Dragon我知道Dragon的维恩确实是很厉害的 然后打野这边我看到影子拿盗选 我立马就想起来了 确实影子盗选很厉害 这盘反而是Y级不用龙女了 对 第二盘输跟龙女真没什么关系 我刚才还想说如果这个中路姿态拿T-MOM的话 我考虑找个什么吃一吃呢 然后他就换掉了 我这心里面也是 是个键盘半鼠标 好 最后是二 那这样的话是恭喜枪炮获得胜利 因为上一次我猜两个我输了 所以我印象深刻 就是安妮的这个重复率是非常大的 安妮几乎是我觉得80%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在选手 职业选手的这个心目当中 目前版本认为谁是真正的一哥一姐 对 对对对 那么